黃主任亦表示 內地將全力支持香港應對第五波疫情 中央將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採取一切措施 壓制疫情 我在會上衷心感謝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和關心 並且表示特區政府必定會堅持理念 以市民的生命和公共衛生安全為首位 以動態清零為目標 這個策略是最符合香港的利益和實際情況的 中央、廣東省和特區政府同意共同成立專班 針對性地盡快解決問題 專班包括 一、流行病學專家組 二、檢測組 三、檢疫設施組 四、醫療物資保障組 五、其他物資供應組等等 各個專班會盡快成立 針對各項專題進行研究和制定執行方案 特區政府在會上提出了多方面的協助請求 包括 一、派內地專家協助香港進行病理排查和分析工作 第二、提升香港的檢測能力 第三、協助建設、檢疫和隔離設施 第四、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套裝 第五、提供病床抗疫設施的家具、口罩、保護裝備等的抗疫物資供應 港澳辦、衛健委、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 都表示很願意在各方面提供協助 會議的氣氛積極開放具建設性 就多方面的議題深入討論和交流意見 晚上有兩個公共屋村各有一座大廈 因為排放的污水檢測度新冠病毒而被遺風強檢 其中在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樓行動6時半開始 居民陸續下樓做檢測 並有工作人員向他們派發物資 另外上水長龍圍村、呈長樓 當局在大廈外拉起鐵閘 居民要凌晨前接受檢測 兩項行動的目標都是在明天大約中午完成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和多個官員 和國家衛健委等內地單位 在深圳舉行第二次疫情交流會後 說中央和廣東省和特區政府將會成立專班 就本港檢測、檢疫物資等問題 制定和研究執行方向 李家超強調現階段沒有計劃封城 李家超表示在會議上 港澳辦、國家衛健委、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 表示很願意提供各方面的協助 特區政府提出五項協助請求 包括由內地專家協助 保護裝備等供應 李家超說中央會全面積極考慮香港提出的請求 原則上接納整體方向 中央和廣東省會採取措施 充分保障香港鮮活食物、蔬菜和必需品的供應 中央和廣東省也會和特區政府成立專班 針對性解決問題 李家超又說將會由他統籌相關政策局展開的跟進工作 並且已經口頭匯報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接種新冠疫苗需求恩切 政府下星期會在新界新增三間復必泰接種中心 亦都會縮短接種科興疫苗之後的休息時間 疫苗接種數字星期五創新高 單日92,610人打了針 當局將會增加多三間復必泰疫苗接種中心 包括屯門大會堂和粉嶺和興遊樂場 未來星期三開始提供服務 沙田大會堂接種中心 未來星期五就會開始運作 三間中心將會營運六個星期 每日朝九晚六各可以提供 超過一千劑疫苗接種服務 市民星期一開始可以網上預約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 爭取時間將疫苗接種率推高非常重要 除了研究延長接種中心開放時間 亦都考慮縮短接種科興之後的休息時間 根據數據各方面 休息時間可以縮短到15分鐘 所以相關現在衛生當局處理有關這個 我希望下星期左右 就陸續續可以將休息時間 由30分鐘縮短到15分鐘 變相其實流量會增加 可以接種的人數也會增加 多間安道院舍爆發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 每日有近十間院舍有員工染疫 情況非常嚴峻 他說現時近4000個院舍長者願意打針 希望私家醫生抽空到院舍接種 他又說已經向院舍派發快速測試套裝 希望做到一日一檢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道 立法會會計界議員 民建聯的黃俊錫快速測試呈陽性 黃俊錫說並沒有大礙 只是覺得輕微頭痛 昨天曾經跟他一起見傳媒的 17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未來3天會盡量留家工作 民建聯除了劉國勳之外 18名立法會議員 星期五在立法會見記者大概半小時 要求特區政府決心推行全民檢測 和向中央尋求支援 其中會計界的黃俊錫 星期六早上開始輕微頭痛 快速檢測結果呈陽性 他之後再做結果一次陰性一次陽性 會按規定再交胸後脫疫陽本福檢 沒有其他病症 過去幾天主要都是立法會公司和家 都沒有其他高壞的地方 都是平常心 都要明天交回核酸檢測去衛生署 做了確定了陽性先 始終現在都是初步陽性 他說自己已經接種了兩劑的新冠疫苗 但未夠時間打第三針 黃俊錫和四名家人一起住 說已經開始自我隔離 都想呼籲市民都要同心抗疫 大家都要給耐性 希望可以早日達成清零這個目標 民建聯說黨內其餘的立法會議員 在未來三天會持續進行快速測試 期間儘量留在家裡工作 避免外出 無線電視記者郭元恩報道 早前有確診院有離世的 深水埗陰州街溫暖護腦院 所有院友已經撤走檢疫 但還有10個員工 滞留在院舍內4天 他們說還未獲當局任何安排 溫暖護腦院內所有院友 早前已經撤離檢疫 但下午有多部救護車到場戒備 警方說下午近3時 接獲一個院舍女員工報案 說和另外9個員工都有發燒和咳嗽等等 不過最後只有一個人上救護車送去醫院 湖路院一個院友 今月7日晚上因為肺部感染 入住明愛醫院 翌日凌晨離世 入院留的樣本確診 到現在一共有4個院友染疫 院舍員工之後按衛生防護中心的規定 留在湖路院裡面 8號開始8號發 跟著開始留,留到現在 接著那些姑娘,10個、8個就有病症很厲害 又濃動,又發燒 幫我們兩次指頭頂,喝了咳嗽 他又說曾經多次聯絡當局 但沒有結果 我們打電話來,連聽都不聽 那個屋子寫上去給他 我們等著等著等著,等到甚麼時候 在那裡等著真是很新招的 很辛苦的 雖然說不死人,但這麼死人 都在這間屋前的鏡頭 很嚴重的鏡頭在這裡 我都需求,我跟他跟他說 第一,讓我回家 第二,我送到潛力中心 就是這麼多,沒有其他話說了 快點離開這個鬼地方 他說,10個人這幾天都是靠 院舍中的雪櫃剩下的食材過活 到了星期六下午 立法會議員江玉寬看了新聞報道之後 送了4個飯盒和多個快速檢測 包到院舍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道 內地和特區舉行第二次疫情交流會 李家超說中央、廣東省和特區政府 將成立專班 研究本港檢測、隔離和檢疫、物資等問題 並制定執行方向 特區方面的跟進工作將由李家超同籌 第二次疫情交流會 早上在深圳舉行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主持 國家衛健委、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 也都有代表出席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和多名官員 回香港之後晚上交代詳情 內地將全力支持香港應對第五波疫情 中央將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採取一切措施 壓制疫情 廣東省政府更加傳達了廣東省李希書記的話 他是這麼說的 我們是一家人 幫助香港 就是幫助廣東 李家超說特區在會上提出五項協助請求 中央會全面積極考慮 並且原則上接納整體的方向 包括由內地專家協助進行病理排查和分析工作 提升檢測能力 協助建設檢疫和隔離設施 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套裝 提供病床、抗疫設施加具、口罩、保護裝備等等的供應 中央、廣東省和特區政府同意共同成立專班 針對解決五方面的問題 包括流行病學專家組、檢測組、檢疫設施組 醫療物資保障組、其他物資供應組 是要考慮哪些優勢可以放在內地、深圳或廣東省 去提供最大的協助 令我們達到最大的供應數 所以我們有討論不同方案 所涉及派原來香港的實際數目 他說將來每天的檢測量 希望經中央協助之後能以倍計上升 又說暫時沒有計劃封城 世界華星組織也說得很清楚 封城是一個最後的手段 我們不覺得我們需要考慮封城 動態清零的目的就是以保障市民生命 以及我們的公共醫療設施 有效運作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也針對性地確保 讓我們更加有效執行相關的措施 另外李家超又說內地會採取措施 充分保障本港的鮮活食物 蔬菜和必需品的供應 在防疫和物資公港上 政策局的跟進工作將會由李家超統潮 他說已經口頭匯報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也說國家衛健委充分肯定特區兩年來的抗疫工作 無先電視記者 郭文欣報導 到達到